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宜昌 我以前曾經擔任過顧玄團隊的台南窗口,大概是08年、09年的時候 後來就有機會參加了卡拉格,然後也曾經幫忙過Costcard 也寫過一陣子Lady Script,有人有用過Lady Script的嗎? 那後來我2011年的時候,開始到上海工作 現在是上海林領事擁護組的核心組織者 不過我想大家應該對這個比較熟悉,就是我最近開始寫的一些文章 接下來要講的東西可能會跟政治有一些關係 因為不能點錯,大家的社會跟政治多少都是有一些關係的 請大家不要想太多 從小故事說起,我媽媽她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公務人員 應該就是各位口中那個堅定的689 然後可以從她的節目表看得出來,她節目表飛了 然後她呢她是一個,該怎麼講她很希望可以把她的想法推廣到我們小孩的身上 所以她常常會印一些畢製的文章給我們看 讓我們Cheers啊,天下的啊,文件啊,知道的 這幾種雜誌的畢製文章 叫我們要努力工作啊,叫我們不要去要求大力啊之類的 然後呢,有一天我就真的受不了了 然後我常常混那個PDT八卦版 所以我也印了PDT八卦版 然後那篇文章就是說呢,我們努力工作的時候要先考慮到老闆是不是跟我們相運的薪水 然後我媽媽她就,我們就說 我們要對老闆好一點,大家才有工作可以做啊 你這個小孩怎麼那麼偏激啊 然後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後來呢,我輾轉在大陸工作了一陣子以後 我回家來的時候發現台灣的狀況越來越穩異喔 然後陳文謙的事件的時候 我又一直抱一些很奇怪的平行事件 所以我決定再嘗試一次 這是自己在寫一篇文章 然後寫一寫就越寫越多,越寫越多 結果我乾脆去投書好了 然後就出現了這一篇文章,被裁判主導的社會 好像有5.7萬個人談战的樣子 看他其實真是一篇家書啦 然後有一天,我媽媽跟我打電話的時候 他就在電話裡面跟我講 他就說 我覺得那些有錢人會為了自己的利益 去欺騙這個社會的大眾 去改變我們政府的政策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那我就知道我得到成就了 那看完這個以後大家想一下喔 其實說真的我們這邊玩過自由軟體的人 可以舉下手嗎? 多吧 對,謝謝喔 那除了資訊界 我們這種自由分享的精神 能不能用在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說呢 我們人的想法 我們主事的態度 我們去面對這個世界的東西 這些東西是不是可以改變 事實上其實我們身邊都有一個改變的例子喔 各位應該很清楚喔 先別說真的 很厲害 那就是熟度執行一個案例的Sprint嘛 然後如果有的人 他那個密碼設的不是很好 可能就被攻擊 然後就失線了 成為下一個橋頭包 然後繼續再攻擊其他的人 那所以 在這一點上其實 我們可不可以跟安利一樣去 善募我們的資訊去說服其他的人 既然安利做得到 我們做不做得到 我們應該也可以嘛 對吧 那這個時候要提一下喔 以前帶我入行林的這個老師喔 他叫Netman 那各位有看過鳥哥的私房燦嗎 他也算是當年曾經罵過鳥哥的人 那他說過一段話我覺得很有意思喔 我們的行業是IT產業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重要的是什麼 是Information還是Technology 你會看到其實很多周圍的人喔 他們在想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們會只說在Technology上 我今天一定要用用JS去做什麼 我今天一定要用Cancel 我一定要用Ruby去做什麼 但事實上重點不是這些程式 而是我們想用這些程式來做什麼事情 我們想要處理怎麼樣的資訊 所以重點是Information 而不是這個Technology 所以人的想法 我們在想的東西 我們在說的話 會不會是一種Information 那我們可不可以用程式語言以外的其他東西 來處理這些Information 那這些處理過的Information Mine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基於相較於Gene的一個概念 Gene就是我們說的基因 我們每個人都帶著基因 然後我們這一輩子最大的目的呢 就是交配然後讓我們基因可以傳下去 這是我們這一輩子被設定好的最大的目標 但是我們的想法 它是認為我們的想法也是一種類似Gene的東西 叫命 比如說我今天在這邊 我在跟各位演講 我就是把我的命散播到大家的身上 那也許你會喜歡這個命 也許你會不喜歡這個命 這無所謂 那有些命跟有些命之間會互相的共生 比如說玩OpenSource的人通常 對於權威會有莫名其妙的反感 比如Microsoft 對吧 那我們這種反感 其實很多時候會衍生到社會的層面上 可能會對政府的一些行為有反感 或者是會去反思背後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幾種命就會互相共生 或者是像佛教的命就會跟輪迴的命共生 然後基督教的命就會去跟上天堂的命共生 比如說像這種東西 那麼從這個me的角度 我們就可以知道 其實人的想法呢 就像P2P軟體一樣 我今天傳一點給你 明天傳一點給你 可能從別的地方你會接受到什麼東西 然後你會慢慢的把這些東西 拼湊成你自己的想法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開始慢慢到 影響到你的想法 所以呢 在這一點上面 我們以前用我們的技術 那事實上其實就是把它轉成想法 那我們原來寫的是程式 我們改變的是電腦 那現在就變成寫文章來改變人的想法 那麼我們以前常常在資訊界找BUG 找程式的漏洞 那現在我們可以用這種精神去思考 說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這個政治的制度 是不是什麼地方有漏洞 讓我們有一些想法 一些行為不好實行 那個performance must 太低了 那有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叫降級論到不同領域 再打一次比較容易 然後也許你們腦子 最值得閃光的地方 不是去IT界當炮灰 而是去按摩界 餐飲界燒烤界這些 他們可能把QQ發音成call call 這些公司 為什麼你們用E-mail 聽你講什麼用物體驗 然後再開槍自殺 所以既然到不一樣的領域 再打一次比較容易 那麼我們何故把我們的hacker精神 用到社會上面去 用到社會上面去 看看我們能夠改變什麼 那這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 How to become a hacker 那我們來看看裡面幾個大的重點 我們如果用到社會上 會是什麼樣的一個面貓 他說世界上有大量的問題等待解決 那麼今天呢 不是今天喔 是昨天 昨天我們的大神角色 他又說了一句話 工程師就是要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來解決一些社會的問題 我們可以來想想看 這些問題有什麼解法 比如說台灣的藍綠惡鬥 為什麼會發生藍綠惡鬥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 某個程度上去削減這些人 對於藍色跟綠色的成見 或者我們可不可以去改變這兩個正常的方式 那麼高房價 我們考上這個房價土地問題 我們有沒有什麼解法 或是什麼想法 可以去降低這個房價 或者是去思考這個高房價 背後到底是什麼原因 是什麼樣的人在操縱 那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大家會難不起房子 教育問題也是一個 我想各位應該在這邊都讀過書 都考過考試 那為什麼我們教會是這個樣子 我應該算是教改第一屆 可是我發現我們的教育改的樣子 跟之前沒有什麼兩樣 大家還是一樣去補習班 還是一樣在裡面 補習班還是口袋賺包包的 對吧 那到現在我們的工作也是一樣 我哈哈 每個人都在很低的薪水裡面打滾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我們有沒有辦法就是在裡面找出一些脈絡 去跳出裡面的重點 那再來呢 既然找到重點以後 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大家那些檔都是要問一樣的問題 為什麼那個馬英九不聊我嗎 為什麼 對不對 那事實上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問題的來源可能是來自於同樣的觀念 那這種觀念其實存在每個人的心中 那每個人其實都會回答強勢的 會碰到一些想法的問題 那所以如果說我們可以有 用文章去改變人的想法 或是改變人的觀念的話 那麼或許有一些問題 我們就可以在請文化之中 解決掉很多人的問題 那麼拒絕成分級法位的事情的話 我想這個應該就是GTV做最多的 是做方便的工具 幫助大家說去查詢立委的一些議案 或者是查詢法條的時候 可以不用像以前的人那樣子 去一個一個文件的那樣翻閱 那這是GTV做最多的事情 再來是自由 我想這邊應該大家大部分人都很清楚 自由的重要 也了解open source為什麼重要 那麼在社會上呢 其實我們也看到很多不自由的事情 比如說呢 像許世榮教授被抓走這件事情 這其實是對台灣一個很大的 法治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 有空可以想想看說 我們既然在城市馬上去追求我們的 言論自由 那為什麼在現實社會中 我們遇到這種東西的時候 我們卻不敢爭取 我們卻不敢去跟哪邊的人說 最後呢 一個很重要的是 大家開始有一些想法 想要去投入社會的時候 但是信念不能替代名利 你必須為了你的信念 你必須做一些付出 你必須去學一些東西 比如說呢 你至少要會用Google去找資料 我相信這邊大部分的人 他的專業可能不是寫程式 可能不是裝系統軟體 而是Google 既然我們可以用Google去學會這些能力 為什麼我們不能用Google去學會 比如說社會學 這本書我很推薦 這本書是我的社會學啟蒙書 我給各位推薦一下 我們可以用Google找到文章 自己去學習的方式學這些東西 我們也有開放的課程 可以讓我們去學習經濟學 我們可以從這些地方去了解這個社會是怎麼運轉的 我們可以了解社會的資訊是怎麼流通的 那如果我們可以從裡面去改變這個資訊流通的方式 或許我們具有機會去改變這個社會 所以呢 來總結一下齁 在以前我們HAPPER的做法是 我們的標的其實是電腦 那我們會有一個想法 那我們把這個想法去實踐到程式碼裡面 讓電腦去看 那有了這個程式碼以後呢 如果我們寫對程式碼出來 我們當然是不會放在硬碟裡面讓它掌灰塵 對不起 我們不會放在硬碟裡面讓它掌灰塵 我們會把它散出來 我們會丟到Mailinlist上面去 我們會去推廣它 我們會去傳播它 那傳播完了以後呢 接下來有問題使用者會告訴我 我們自己也會去找到我們的問題 我們會去除錯 我們會去debug 那這些想法經過debug經過處理後 它又會成為新的想法 那這個循環就是我們open source 怎麼樣推動這個資訊界前進的一個方式 對吧 那麼如果我們把標的從電腦換成人的話 那我們其實有了想法以後 我們可以把它用文章的方式 淺顯易懂的把它寫給一些人看 然後呢 我們去傳播 我們去行動 把這個想法散播出去 然後最後呢 我們一定會受到來自於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 那我們可以經過辯論的方式 把我們的想法再度的沉澱 再度的處理 最後再成為新的想法 那再來寫新的文章 那我相信這裡會是另外一個影響這個社會發展的另外一個訊號 那標的物的差異其實會影響到我們的態度 大家應該都有聽過 read the fucking manual 現在是search the fucking google 以前我們會有這種態度 是因為我們的標的是電腦 我們其實只要電腦跑得好 我們不在乎別人怎麼想 對吧 但是為了讓電腦跑得好 各位用過的trick 自己應該心中也很有術 我們要去了解電腦在想什麼 我們要了解怎麼樣做 它才會跑得快 好像少兩三個步驟 可能時間就是好幾個好秒的差異 那如果弄到大眾的身上的話 那我們就是要去注意 我們的文章讀起來 對大眾來說是不是很堅塞 那麼我們在面對大眾的時候 我們是用說 啊!那邊只有一篇文章啦 你自己去找 還是我們耐心的去跟他們解釋 方便他們了解 那其實這事情有很大的一個差異 當然啦 這就是我們不該有的態度啦 不要read the fucking manual 然後我們也不要因為說自己有了專業 所以我們就對別人的要求不理不睬 啊!不爽你可以自己寫一套出來 之類的 所以呢 那有些人你也知道 你就必須該包的 我們該無事啦 比如說那個 Rex菜 大大神已經講的 搓了 以搓了為了 之類的 他就是為反對而反對 那這種人其實 你不必花太多時間在他身上 那另外一種就是 中二病啦 那有些中二病的人 他可能就是為了 彰顯他自己的病 其實你也不比太健康 我們做到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好了 那如果你想要行動的話 其實我覺得 當分的人應該都是在 工作很忙的一個狀況下 如果工作很忙的話 你可以在社群網站上面 或者是在社交網路上面 寫一些短文或者是散播一些想法 或者是幫別人轉文 這也是一種幫助 去其傳遞的方式 就等於你開著P2P軟體在那邊 幫人家傳資料 也是類似的想法 那如果說你的工作 不忙的話呢 那麼 我想可以考慮 也許從正式一條方式 去真正的去改變這個社會 這是一個方式 像德國的海盜黨一樣 那麼 或者是你可以參加GTV 去用程式 想辦法來幫這個社會 處理一些資訊 讓更多人可以更方便的去 理解這些東西 或者甚至你也可以寫文章 來一起貢獻你的想法主要 所以我們需要 像各位這種 有hacker精神的人 一起來參與 來改變這個社會 然後 最後要不要用降級論來做結尾 這個社會正在等待hacker的降 就像普攻一樣的散兵 從日本降常去植入 然後用最優質的服務來改變這個社會 那 我 的演講大概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些時間可以做Q&A 我們有一些時間可以做Q&A 所以 先來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提出來 跟旅餐很好的人 跟旅餐很好的人 旅餐你剛剛有提到就是我們可以從網路上面得到一些消息啊 取到一些知識 然後可是就我的觀察其實 在網路上尤其現在網路 真的發展 大家先都從網路上取得消息 那其實我發現也是有不少的 P&A團體透過網路來 學長看他想法 對立場的想法 然後另外我發現其實網路上 講之階段叫P&A有不少 那請問旅餐會 對這方面 大家去獲取資料的時候 如何去整理 和過濾的一些想法 怎麼去整理和過濾這個社會上 一些稀奇古怪的言論 對吧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算是蠻有經驗的 因為在中國 一天到晚都可以看到稀奇古怪的文章出來 最近最火的一篇文章 我記得叫做那個 中國如果崩潰 會比二隔四個字 然後就說各位工資啊 你們在那邊搞一些有人沒的東西 你們實在害中國有愧 那其實這些文章裡 該怎麼說 其實你只要花時間 花努力去思考它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有一些邏輯 是有問題的 那麼 我們台灣的中 我就直接講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的社會 目前變成那個 人民日報或是環球時報 這麼多 那裡面有很多五毛的文章 然後真的是有到幾把招 其中像台大教授 史之余寫的文章 真的是黃腔週吧 那其實我個人而言 我每次看到這種文章 我會很不高興 然後我就會想辦法去解析裡面的脈絡 然後寫一篇打臉文出來 那我相信其實這雖然沒有太多的影響 但是 你用你的力量想辦法去阻止 這類的聲音的傳播 相對應的這種聲音 它就不會再 怎麼說那麼囂張 那因為這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如果我們對它的意見不滿意 它還是有權利去講它的意見 我們沒有權利去把它的嘴巴捂起來 可是我們可以用我們的力量去寫我們的文章出來 我們可以去上過我們的想法 然後各位如果看到覺得不錯的文章 也請不要吝嗇的去把它轉推一下 讓這些文章這些想法 可以讓同一個人知道 那麼我們對這種 外的我稱為五毛為的文章 就會有比較大的抵抗力 請說 可是其實很多大眾 他們都很有可能 甚至沒有上網 接觸網路的習慣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因為這些人 他假如接觸網路的話 他的視頻只能從主流媒體 來影響我們 那你有沒有對這樣的方式 像對這樣的客群 你有沒有 什麼一個好的方法 可以來 將這些 資訊散播給他們 我目前想得到 我個人覺得比較可行的方式 就是 就是之前在我的Facebook上面講的 就是 我想要放一些 讓大家可以印一些文章出來 一些 然後想的是 怎麼穿衣服 怎麼打扮 他們的雜誌全部都是流行雜誌 娛樂雜誌 然後 電腦科技雜誌當然有 但是不會有政治雜誌 根本就是像1984一樣寫的 那個描述的狀況是類似的 那 這個狀況下我就覺得很詭異啊 每個人都會生活得很快樂 可是你去看牆外的文章 又發現不是這個樣子啊 那牆內牆外都不覺得是不一樣的世界 牆外的中國是個笑話 裡面的人生活得很苦力 可是牆內的中國 然後 一派而協好像每個人都賺很多錢 那 我就開始發現說 欸台灣好像也開始有點這種狀況 很多人在路上走 他其實不會去關心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情 反正 把罩袍我罩跳 剩下的東西我就不管了 那我就發現說 台灣開始有這種狀況 然後再加上 蔡依林受夠我中國死報的事情 真的是讓我蠻憤怒的 然後我就決定 我 我本來是決定 要你像我媽媽一個人而已 我沒有想到這麼多了 但是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 李昌 李昌我想問一下 其實剛剛小豬講 我覺得是蠻有 那是一群人 就是說他們可能是不上網 我現在想講的是 針對有上網那些人 而且可能現在是大學生或高中生 那我發現他們基本上已經不上PTT了 然後呢他們是上Facebook的 然後他們上Facebook的 其實就是他的朋友圈人 分享什麼訊息 他也不看電視 他也不看報紙 不上PTT 然後甚至就是 有這樣一群大學生 會高中生 那他們的同學 就是只會 去講一些什麼 可能也是像你剛剛講明星啊 或怎麼樣比較漂亮 或幹嘛的 那 針對這一群人 不知道你有什麼看法 因為我 我會這樣想是說 我有在學校去講 一些這種open source的東西 然後也會告訴他們 什麼是HIGHTER的精神 也會把ERICORAMO 那個書也講出來 可是我發覺他們蠻無感的 所以說 不知道你有什麼建議 這邊想聽一下 好問題耶 我沒有想過 沒有這樣 真的啦 我這件事情過 這種 該怎麼講 因為其實 有一講 TD也講還蠻不錯的 就是講Google的 那個上網的郭力泡泡 他就在講說 其實你 那個人搜尋什麼東西 你在Google上搜尋什麼東西 Google會慢慢幫你記錄下來 如果你一天到晚搜尋什麼 台獨啊 什麼的 你搜尋網頁去第一個 可能會先跳到民進黨 還是台獨建國聯盟 那如果你一天到晚 就是搜尋買酒啊 然後就是 林胡志強 這種 比較偏偏的那種東西 你可能搜尋的東西 就會先跳到個人黨去 那他會慢慢的去行訴你的想法 讓你就是 沒有辦法接受到反對的意見 那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該怎麼講 我也沒有想過 所以現在能幫我給你回答 不好意思 改天如果想到了 還是怎麼樣的 我再來網路上呼籲一下 大家寫的就好了 請說 我想回應那個 剛剛說那個主流媒體 都是 對啊 就是都是報導著 我們 其實不是很想知道的新聞電視 就是我覺得 其實 因為他們的 他們 很多人的 去看這個新聞來源 還是都是從主流媒體看到的 然後 而且甚至是從 就是像我們去餐廳吃飯啊 等等 電視新聞也都是在報導 就是 都是看 就特地那幾台電視的新聞 那 我就想說 是不是 我們可以就是 當我們吃飯 我們吃飯的時候 其實 我是不是可以去問說 像 像 店家問說 我是不是想要切 我想要看的電視頻道 那這樣子 有助於說 像 我們比較支持公視 等等的 電視台 就可以讓他的那個 電視台的 電視台的收視率 也會比較提升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 就是 我之前的時候 有去吃飯的時候 就覺得那個 他一直播那個 TVBS啊什麼 就很煩 然後我就想 像那個 店家問說 可以看公視 他就說 也是可以 對啊 然後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 探客的精神 這件事情 我已經幹過了 然後 我媽 因為我轉到公司 然後公司一直在播 我媽媽就生氣了 我覺得可以 就是 像外面餐廳的店家 可以 試著用 應該可以使用 這樣類似的方法 來 就是 試著處理這樣 這個問題 好 謝謝 不用站起來 你有沒有去擠 像文章的部分啊 之前不是有那個 寫手的事件 然後可以 針對那個 寫手的文章的 如果有其他問題 就很棒 但是我覺得 有一個東西不太好 很棒的就是 影片 就是 就是一下子的東西 如果是 只有 一張圖片 我們還可以透過改譜 去看 就這個 但是如果是一個 影片 覺得要去 除塑的時候 那個成本 不然 之前 我這個 影片我們有改過 不過我記得之前 有一個那個 中天電視台 好像把我們的 蘇達綠 去講一些 煩蟲的話 檢調那一段 就被網友抓出來 不是嗎 對 所以 應該 也 影片的話 其實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 他們都會拍 打臉 那 可是 這個成本比較高 所以也許 需要有些人拿資訊 去做的比較 或者是 把每一台不同的 新的 放在一起 人家 大家就會覺得 很好笑 台灣的情況 將變成比心世界 那 今天的演講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有問題的話 會後再來找我訪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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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